好 马总统呢 今天回答问题是连连出错 不过大家也在问 到底手上的资料应该是幕僚给的 那应该是正确才对呀 怎么还会频频出错呢 现在传出来疑似这一份资料就是幕僚上网查维基百科的 不过呢 当然维基百科上面还有很多的部分资料是没有更新 似乎幕僚就直接抄了上去 也还害马总统呢 傻傻分不清楚 跟前中华台北球星言行书香见欢 马总统又闹笑话了 对谈基同鸭讲 虽然有喵手上的小抄 却连言行书的资料都很不update 疑似是从维基百科抄来的旧资料 上网站输入言行书 跳出来一大篇人物介绍 总统很可能就是看到这句 接下来他打算赴杨百汉大学夏威夷分部进修 才会跟言行书哈拉 你打算出国进修啊 但这至少已经是前年的事情了 人家早就进修回来 幕僚疑似便宜行事 上网抓资料也没跟邀请单位查证 让总统出糗实在太不用功 把人家搞错 那这个会让人家觉得总统把客人争效了 所以总统要加油 那也不能所有的事情都推给幕僚 拿出来的资料又是过时又是错的 这个总统到底在干什么 连个问题也不会问 连个资料也都不会找 这是什么样的一个里里拉拉的团队呢 幕僚罗斯松了 但马总统口误倒也不是新闻 一起来维护我们动物运动员的这个 他的这个公平 出席体育活动把运动员说成动物员 把大英百科说成大英百货更是经典中的经典 一般人上网就可以看到在大英百货 大英百 这个图书馆里面呢 脱财记录信手拈来 而且马总统几乎每次口误 眼睛总会忙着瞄小超 日词跟言行书对谈 小超没帮上忙 反而被旧资料帮了倒忙 鸡同鸭讲 真糗 三立新闻综合报道